我们这个是高宰猪的饰料 那我们喂食这个饰料 都是喂食这个小猪 小猪仔 吃饭时间一到 猪猪力度抽上前来抢食 黑毛猪饲养成本高 育成时间长 基本上都需要超过十个月 不过想要养出好猪 环境也很重要 这里是新北市第一座 现代化养猪场 一共饲养了一千五百头猪 而不同于以往 猪舍给人又脏又乱的印象 这里的猪圈地面上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排泄物 而以前清理一栋猪肾 需要花费一个小时 用四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是不用半小时就能完成 节水率是达五成左右 采用高床式养猪法干湿分离 让分尿从高床的缝隙掉落 没有浓浓的排泄味 减少冲洗猪舍品日 既干净又悬水 我们高床的部分 它其实它的猪的分尿 它是可以做分离的 它的分尿可以到下面 它下面还有做一个 类似结构槽的 那它在下面集中 集中收集的时候 它不会像一般的猪舍一样 一直在残留在猪的身上 打造理想的养猪工作环境 新北市养猪协会理事长 黄敬文 去年透过农业部的补助经费 在新北农业局辅导下 花了三千万改建两栋猪舍 采密闭式设计 避免猪舍气味溢散 加上水莲墙与循环风扇 对猪舍温度进行控制 环境温度能降低七到十度 尼比斯水莲 它其实它是在一个 变平衡温的控制下 让我们的猪汁 在一个相对应的温度里面 它会生活环境会比较好 它不会有像我们北部温差较大的 让猪汁比较容易有下力 还是有生病的情况 改善设备让猪住得舒服 环境更容易维护 农业部近年来积极辅导国内养猪厂 进行现代化转型升级 在百亿基金四年计划中 投入了一百二十八亿元 其中养猪厂投注四十六点六亿元 占计划总经费百分之三十六点三 不过四年计划即将在今年结束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呼吁 这次政府补助 猪农仍需自付部分金额升级设备 对规模较小 财力相对有限的业者而言 是不小的负担 不少想要更新设备的猪农 忘之却步 中小厂的比较没有这个能力 去升级到这个补助 建议是不是应该扶导中小厂的 来改善污水设施 那加强防堵会做注文的钱 应该优先编类 目前全厂的现代化的密闭是 水帘高床诅设 只有我这边是第一厂的示范厂 新北市现在还有120几户的养猪户 那大小户加起来 差不多还有五万头左右 金额不够的话 那我相信应该中央政府这边 来尽全力来帮忙我们 再去帮我们要多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持续有明年度 后年度 接下来的这些年度的经费 来继续让我们做使用 养猪产业正在转型中 不能再半路就喊停 尤其很多的中小型养猪场 设施早已老旧不堪 污水池量能不足 但部分申请案已过时效 农业部强调将会提报新的四年计划 向行政院争取经费 而未来会把重点放在 株涉改建和污染防治设备的改善 我们租场总会有五千七百厂 那现在有来申请补助的 有两千多厂 那其实还不到一半 那株农的申请非常的踊跃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继续来争取经费 我们持续跟行政院争取 明年开始的另一个四年中程计划 那我们重点还是会放在 株厂的改建这一部分 养猪场凭现代化转型升级 不只改善猪色臭味 也提高育成率 设备升级搭配防疫观念落实 让台湾的养猪产业更具竞争力 TVBS新闻 徐昆山刘彦轩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